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,我是Alice Fritz指数显示,9月从中国向美国西海岸运输一个标准的巨型金属集装箱成本 中位数达到20586美元,几乎是7月份成本的两倍 而7月的运输价则是1月份的两倍 数据显示,2019年8月底时,集装箱周市场价格仅为1350美元 到2020年底,市场价格慢慢涨到了3000多美元 然而进入2021年,集装箱市场价格开始直线飙涨 仅7月一个月,价格突破万元大关 从月初的6970美元涨到月底的10176美元 不断上涨的运输成本,加上前所未有的供应链挑战和高需求 迫使一些公司自行安排运输,以确保及时获得所需产品 上周,Costco表示将限制购买卫生纸、毛巾卷 Kickland Signature瓶装水以及COVID-19有关的高需求清洁产品等 Costco首席财务官理查德·加兰蒂在公司第四季度财度电话会议上估计 产品总体价格通胀目前在3.5%至4.5%之间 高于上一季度的2.5%至3.5% 而且Costco及其供应商为集装箱和运输支费的费用增加了2-6倍 除了提前下订单外,加兰蒂表示 Costco将租用三艘船装载自己的集装箱 在亚洲和北美之间运输货物 每艘船一次可装载800至1000个集装箱 公司计划在2022年,船运交付约10次 与此同时,其他公司正在以涨价的形式将成本负担转嫁给消费者 DollarTree 9月29日表示 它将在所有DollarTree Plus商店 以高于亿美元的价格销售产品来抵消不断上涨的成本 它还将在100多个选定的传统商店试点额外的价格标签 DollarTree预计其常规海运成运人将仅履行承诺的60%至65% 低于之前的85% 该公司还提到自5月份发布的第一季度收益报告以来 来自中国的海运市场运费上涨了20%以上 随着公司努力在年底假期前降低成本并满足需求 一些专家警告消费者尽早购买难以获得的物品 这些延误关系重大 Fritz Wave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克雷格·富勒 周五10月1日告诉福克斯商业网的玛利亚 巴迪罗默 我建议大家现在去买那些很难买到的东西 而不是等到假期 富勒预期 玩具、服装和电子产品将成为今年最难买到的商品 供应链可能要到2023年才能正常化 过去一年 通货膨胀率上升了4.3% 是30多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联储主席罗姆·鲍威尔 周四9月30日对议员们表示 美联储仍预计近期的高通胀将出现逆转 但他表示 很难确定何时出现 另一方面 尽管存在供应链瓶颈 8月份消费者支出仍增长0.8% 高于7月份的0.1% 高于Refinitiv调查经济学家预期的0.6% 疫情冲击供应链 品牌服装商开始放弃亚洲生产 随着COVID-19疫情持续冲击全球供应链 一些国际服装品牌公司正将生产线前出亚洲 以应对不断增长的运输费用和交货时间 业内人士表示 这一趋势可能不会逆转 据路透社9月30日报道 受疫情影响 一些国际时装品牌 例如贝纳通 正更多地放弃利用全球供应链 以及亚洲的低成本制造中心 而且这种转变可能是持久性的 意大利贝纳通集团首席执行官 马西诺·雷农告诉路透社 该公司正在将生产线迁回离本土更近的地方 加强在塞尔维亚、克罗地亚、土耳其、 突尼斯和埃及的生产 目标是从2022年底将亚洲的生产减半 雷农深入分析了推动这一趋势的经济因素 该趋势使服装业受到影响 因为供应链紧张的情况 推高了运输成本和时间 破坏了过去30年来的流行商业模式 更多的控制生产过程和运输成本是一个战略决定 雷农说 该集团今年将超过10%的产量 从孟加拉、越南、中国和印度等国转移出去 雷农表示 如今一个过去价格为1200到1500美元的海运集装箱 可能要花费1万到15000美元 而且不能确定交货日期 雷农指出 海运成本上涨10倍的原因 在于可用船只稀缺以及消费者需求反弹 而船只稀缺是因为许多船只在疫情期间闲置 它公司的产品大部分在欧洲销售 但自21世纪以来 生产却已转移到工资较低的国家 雷农说 即使越南和孟加拉国的生产成本 仍比地中海国家低20% 但由于供应障碍导致交货时间更长 也会把利润抵消 雷农表示 因船只缺乏亚洲货品的交货时间加长 从过去的平均4-5个月上升到如今的7-8个月 相比之下 如果衣服在埃及生产 那么运往欧洲仓库和商场的时间 就可以缩短到2个月到2个半月 而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生产的羊毛服装 可能只需要4-5周的运货时间 运输困境也正在困扰 其他一些服装公司和行业 德国时尚品牌雨果博斯 也在寻求让其生产业务更接近销售市场 对于品牌服装公司将生产线向接近市场的地区转移 美国咨询公司Alex Patner表示 这一趋势将会持续下去 该公司在关于COVID-19造成损害的报告中说 供应链越是全球化 就越会出现问题 本文由大纪元记者夏宇李新综合编译报道 本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 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请订阅 点赞